在2013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死亡游行 它的设定绝对是震惊观众 而它的剧情更是震撼亲妈 发现妻子不忠 丈夫竟想同归于尽 这番剧情到底有多么离谱 还请你听我说 一对新闻夫妇走进了一家酒吧 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记得自己之前好像在度蜜月 而在他们想要离开这个神秘酒吧时 却被九宝德基木告知 需要在这里玩上一场 赌上性命的游戏才能离开 这里是哪里他也无可奉告 那我眼前就能是疯子的丈夫 带着妻子扭头就走 可是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出口 只好折返回来 态度强硬的必问德基木 出口在哪里 德基木还是那句话 游戏玩完你们就可以离开 丈夫态度很强硬 不想玩什么游戏 可是在德基木拉开后面的围墙后 一堆仿佛是尸体一般的东西 出现在夫妻眼前 他们怂了 只好遵循德基木的要求 在一个轮盘上随机选择游戏 他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每人有七只肺镖 对应的镖盘上有相应分数 射中双倍区则夹双倍分数 谁而分越多就代表谁赢 但还有一个提示 镖盘中的每一格都对应着人体的器官 中心则是心脏 被射中的人补为死去 单位感受到对应器官的神经冲击 丈夫的职业是医生 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 让他很是不屑 安慰妻子不要停酒保 话胡懒 但是在他投射的第一只肺镖后 妻子的肩膀就真的感受到了一股疼痛 那种感觉是一瞬间的 妻子也不敢肯定是不是错觉 在妻子开始投射飞镖后 丈夫也感受到一股刺痛 这让他们不得已相信德基姆说的话 可丈夫身为医生 能就认为这种跳出科学理论的情况不应该存在 于是便冲向德基姆身前 质问他做了什么手脚 德基姆没有解释 只是重复自己说过的话 这是赌上性命的游戏 如果不想疼 就不要投中即可 只要七只镖都投完 游戏也是结束了 不过德基姆提醒丈夫 现在分数是妻子居高 丈夫不知道输的比赛会发生什么 但想到自己还有妻子陪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他们随意扔着飞镖时 丈夫突然想到那些尸体 是不是输的比赛 就会变成那样 他突然不敢确定了 于是为了保险己见 这男人竟然晚起了心机 假装手滑不小心投中标区内 将比分领先在联盟跟妻子道歉 哎呀 すみません 我不是故意的 果然妻子没有怪罪他 嘴上说着没关系 但却投中了标区中的双倍区的地方 这个情况可不只是分数双倍 更是痛感也会乘以恶 但妻子确实是不小心的 因为在投标的时候 她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许是先前丈夫的投中 非标带她的痛楚后遗症 妻子看到痛苦的丈夫 也连忙过去道歉 但这一次丈夫却直接脸色发白 而妻子也看出了对方的不满 所以不断地道歉 最后祈求丈夫千万不要投中 肚子蛊了神经 坦白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这当痛苦的丈夫顿时回过神来 也想到自己妻子之前身体疲惫的状态 她也相信的妻子没有骗她 之前还一副暴力状态 却因为孩子的缘故而变得温柔无比 但在投标的时候 却突然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 那是在新婚当天 她听到妻子的闺蜜在讲述一段话 没想到她那么好命 这场婚礼还真不错 去收洗脑工还是医生呢 意见到她可精明了 而从这段话中 丈夫竟然听出了妻子出轨过的消息 之前脑子一片空白 没有想起这件事 可在当初飞镳那个时候 记忆却突然回复 然后她生气抢走妻子的最后一根飞镳 打算让她输掉这场比赛 结果妻子却联盟解释 啊那个不是我啊 他们说的她只是发言跟我名字一样而已啊 那是我另一个闺蜜啦 这个解释不得不服 丈夫也在纠结自己是不是冤枉的妻子 于是急忙跑过去抓住妻子 结果飞镳却不小心扎到了妻子 让妻子博然大怒 全都怪这个无聊的游戏 她抓着飞镳打算随便往外扔掉 却被丈夫误以为 妻子在夺镳想要赢下比赛 结果一拉导致妻子郑重把心 而在当初去的那一刻 妻子的过往回忆也终于彻底恢复 而丈夫子痛苦地倒在地上 抽出了一阵后 立刻站起来请求德基姆重新比赛一次 但妻子就让丈夫不用麻烦了 因为他们都是以死之人 德基姆也坦白了这场游戏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双方表现出人性的丑恶 来判断到底是谁转生 是谁进入虚无 你可以理解为天堂和地狱 在德基姆坦白一切之后 丈夫也想起了自己为何会死 原来在那次听到妻子闺蜜的话后 她在心中就一直不信任妻子 半夜看妻子还在跟别人发信息 导致在度蜜月时 妻子电话打来却不接 愤怒的她想抢过手机 接看看是谁打来的 于是就发生收获死去了 丈夫的理智开始有些崩溃 从不愤怒的成了妻子怒骂 最后妻子竟然承认了孩子 不是丈夫的 他确实有喜欢的人了 开心了吗 而这些话也终于刺激到了丈夫 他拔出飞镳打算冲过去发泄 却被德基姆给控制住 因为他已经知道该评判谁转生 谁去虚无了 最终结果是丈夫转生 而妻子则要顿路虚无 是不是觉得妻子的话 很明显就是故意想激怒丈夫 而反转也是在之后出现 因为这场比赛 全场被一位叫知性的女子看在眼里 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但因为转生来的时候 被管理者诺娜搞知了疑死的消息 从而成了见证访客的结局 当时她就跟诺娜坐在布满尸体的房间内 只不过那都是人偶罢了 那是德基姆的恶趣味 就是用来吓人讨华 让他们以为不玩游戏就会死 因为记忆被封锁 来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恐惧会让他们逐渐产生忍性的黑暗 就像之前丈夫担心输掉比赛 是不是会变成尸体 而知性认为德基姆的判决有误 因为他认为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应该是丈夫的 这只是他的感觉 最后那些话他认为是妻子 为了保护丈夫 在明知自己已死 要跟丈夫永远分开后所做的决定 因为爱情 而没有感情的德基姆不理解知性说的话 作为裁判者 他有着死者生前被剪辑过的记忆 可以十分确定妻子是真的出轨了 但是他的表情似乎很痛苦 知性认为妻子一定有什么难言之应 还言说如果没有听到闺蜜那些话 没有这些误会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本应该幸福 而因为知性的话 这对夫妻的命运却疑似逆转判定 罗娜警告德基姆 不要漏掉人类任何感情 从细微表情流露出来的时候 任何人都会犯错 这句话不仅仅是说给德基姆听 更是想说给知性听 因为丈夫那个人即便没有误会 他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妻子 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无法相信别人的人 但在伦理道德上来讲 牛头人没有解释的权力 他必须死 不忠没有理由 只有惩罚 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不忠做借口 德基姆从这次判决中似乎有所成长 因为套娃技术越来越强 之后德基姆遇到了杀人犯和警察的审判 他们进行游戏跟取棍球有些相似 桌上的球排 谁进行就会让对方受到器官对应的伤害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太过懒散的原因 娘娘竟然不把这场游戏当游戏 所以德基姆只能不断开放他们的记忆 于是杀人犯就想起了自己 还有个妹妹被人侵犯后痛不欲生 需要照顾呢 而警察也想到自己妻子也当人侵犯后被杀 自己需要去作拿凶手呢 娘娘开始为了离开而互相厮杀 所有记忆又逐渐开放 原来杀人犯报警后却根本没有得到帮助 杀人犯从妹妹口中得知凶手有两个 寻找凶手 而警察也是因为自己同事竟然不帮助自己 妻子的死就只要没有好闻 于是警察开始化身正义的审判 自己私下处决各种犯罪人士 各种雷同相似的记忆不断出现 娘娘竟然有种心心相惜的感觉 结果德基姆继续套娃 更伺机的记忆继续出现 有天警察要去处决的犯人正好就是杀人犯 要找着侵犯她妹妹的凶手 结果杀人犯截足先登解决了对方 而警察进来的时候却让杀人犯 我以为是同伙于是便做掉了对方 而自己也被反杀 他们死的原因就是如此荒诞 在知道自己都死了之后 什么复仇什么照顾妹妹都是扯淡了 娘娘被她还想逃出去的念想 瞬间消失了 没想到德基姆继续套娃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真相 原来妹妹口中说的两名罪犯 其中一个就是警察 她亲眼目睹杀人犯的妹妹被人侵犯而不阻止 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证据 而这个真相让杀人犯直接不能接受了 德基姆还听又加醋 又是给刀又是嘴炮到娃 结果两人又干了起来 就像上一对夫妻一样吵了起来 德基姆的目的就是要看到 他们隐藏在深处的人性丑陋 最后的最后 没有给出他们具体的裁判结果 不过从他们互相撕毙后的场景 就可以得出应该是虚无乐 因为警察人知觉是既然无法改变世界 那就改变自己 既然无法陪着妹妹就要替妹妹复仇到底 而她的话也成功激怒了杀人犯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审判漏洞有了极大的问题 因为人性丑恶大家都会有 如果按照游戏时的人性来裁判 那我几乎说每一个人都会去虚无 于是故事的最后 德基姆将审判给到了自己 因为过程中 还有好多个他们审判的内容 有对有错 看到观众是特别足迹 而不管是观众 或者是德基姆都能看出 知性是一个好人 她曾试图劝助杀人犯不要才动手 想要用她还活着的妹妹 让杀人犯清醒 只要能够转生 就还有机会见到妹妹 但她不听 还是选择了复仇 从头到尾你可以说知性是一个圣母 但绝不能说她是一个坏人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被德基姆给套娃了 知性生前是一个运动员 可以成意外葬送了她的前途 想不开的她就选择轻生 这一回复的那一刻 她也后悔了 朋友家人都该会多么伤心 于是德基姆给了她一个选择 她能让知性复活 不过代价 需要一个随机活人 来代替知性死去 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套娃手段 但知性却偏偏疯狂地 祈求德基姆让她复活 这样一来 德基姆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去判决 她是好人 但她的人性丑恶却又该让她去虚无 最后知性还是转生了 德基姆他们也明白了所谓的人类感性 也知道自己这边裁判的漏洞 逐渐变得更加完善 以上是动画第一第二 以及第八到第十二集的内容 中途还有出现好几个裁判的内容 几乎都是被德基姆套娃逼住人性丑恶 故事各种反转当中根本始料未及 在你总以为判决有误 故意或者判决正确都会给你一个真实的解释 但观众会因此而撕逼不断 所以这部动画在他老人性方面 你很难说他错误 也很难说他正确 自始至终就没有一个评判标准 如果说有 那就在游戏中 如果伤害人就避回去虚无 另外如果你想喷德基姆这个组织瞎搞 那么你或许压根就没有看到这部动画的真谛 因为虽然他们有着死者的生前记忆 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 他们也是人偶 这个在故事中也有交代 所有的最后德基姆有了人性 他的转变是所有人有目共睹 看完后 你真的可以发现 就是治愈变成治愈 和改变他的人正是知性 算是后来的辞者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待吧 但仔细一讲 就毫无以害在亡有人吐槽 原来是几个官复二代出来冒险的故事啊 而这个故事总有总能像是 这个审判机构的内部改造 总之就是强烈推荐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开了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